大家好 今天这期视频和伙伴们进行一下互动 我特别喜欢这个互动环节和伙伴们进行交流 这才是自媒体的一个精髓 我记得以前在国内做自媒体的时候 也特别愿意跟伙伴们进行互动 那个时候我在深圳 自媒体我就发现这个特别有意思 我跟大家一起互动聊天 一点都不孤单 就感觉可热闹了 当时我是在深圳的老街那边 就跟那边有一个广场 我没事就愿意跟那个地方和大家进行互动 深圳确实盖得非常不错 我也愿意跟大家分享我的所见所闻 当然了不能说政治 说政治就封号了 因此当时聊的都是深圳的风土人情 还有一些咱们祖国现代化 说点这些玩意 而且你即便说这些也只能唱战歌 所以说我感觉没有发挥出来 虽然聊天聊的也都非常愉快 但是也不能说得很尽兴 但就是这样 还有很多的伙伴支持我 我直播的时候都有近万人来观看 当时给我高兴坏了 可开起来呢 因此我就迷上了这个自媒体 在深圳的时候坦白的说 我这个时间相对来讲还充裕一些 我就回东北以后时间不够用了 天天看书学习啊 完了有很多自己的一些事情啊 也不知道怎么回事 回来了到那个什么了 就是到闲不下来 我要搁深圳那前就是做自媒体嘛 说的那些东西啊什么的 我觉得起始啊 没有说太大的一个意义 仅仅就是吃啊喝啊 或者是所见所闻呢 他有一定的 比如说我把深圳的交通规则 人人都非常遵守这个交通规则 还有礼让行人呢 这些好的事情说出去了 给我的东北伙伴们描述了一下 他们也了解了 深圳非常的有秩序 而且对于交通的违法行为 处罚力度非常大 也没有人敢乱停乱放啊 或者是说不礼让行人 那这个我觉得还是 对于这个公序两署啊 还是有一定的一个意义的 但是跟政治没有关系 就没意思嘛 我主要愿意谈什么 谈政治 所以来油管之后啊 我就跟大家愿意聊聊 这个中国的一个发展 或者是说中国改革开放的 一些不足和弊短 我来了这个油管之后啊 但是由于这个 这不有墙吗 有墙之后 做不了支付 这个特别讨厌啊 当然就即便是没墙的话 可能啊 我做直播的次数也是不贵太多 因为时间非常有限 可能要是没有墙的话 一周就做一厂两厂 也就那样了 我不像那个王剑 一天能做个两三厂 他差点没累死啊 我瞅他真的 就是但是估计有经济效应了 所以一天劲劲的 完了他那些脑残粉 天天还去给捧臭脚打赏啊 我就在想你说就这帮脑残粉去给王剑打赏 王剑心里头都给笑了 或者心里都说这帮傻子 你看看忽悠忽悠你们 你们就上套就给我这个斗内 是吧 台湾叫斗内 一百两百美元的 这么捐 这帮傻子 所以说我觉得王剑还是非常厉害的一个人 就是把这种 怎么说 这个吃人不吐骨头 就像那以前赵本山不有个小品叫卖拐吗 把那个拐卖给了这个范伟 完了这个范伟临走 豪腿给他忽悠瘸了 完了范伟瘸着 把这个就给忽悠瘸了之后 把拐买了 完了还谢谢这个赵本山 说谢谢啊 哎 斗死我了 就是欠忽悠 所以说确实中国人在这个政治方面 政治素养非常非常之差 而且我看这个伙伴他的这个评论 就今天我想聊的这个评论 确实可以代表 一部分人的一些观点 它具有普遍性 如果没有普遍性的话 我不会拿出来说 那有的我能够在评论区回复的 我就在评论区回复了 那有的三言两语说不明白的 那我只能拿出来 当用这种视频的一个方式 和大家进行互动 因为没有办法直播嘛 所以说就这么互动 也挺好的 这种方式呢 也能让大家了解我的所思所想 我希望啊 就是看我视频的伙伴 或者是说就是 哪怕你不喜欢我 你讨厌我 觉得我说的观点不对 那我也希望就是 你不喜欢我的视频可以 但是应该多反思一下 或者是多思考一下 就是你支持的那些祖国 你包括石头记 包括这个网剑呢 乃至你说你支持袁腾飞 和这个 徐晓东 都没有问题 支持谁都可以啊 但是我对于网剑和石头记 特别的反感 如果大家要是看他的视频节目 多思考思考 那当然了 那个袁腾飞呢 也得思考 他也不是斗队 那徐晓东呢 徐晓东善于骂人 善于骂人 那个我就不谈了 那我看不出来 他这个节目 到底 我不会评论他 你要我说 你说我说 他这个视频节目 到底有什么意义和价值 我说不出来 就是我没有办法去评论他 你比如袁腾飞 袁老师的 那我认为他宣传这个 有一些历史知识的这些东西 从这个知识传播的一个角度可以 你比如我的自媒体 宣传自由民主 你比如说王剑呢 石头记也造谣上市 完了那个石头记也没底线 天地眼就是吓唬雷 其实王剑也差不多 石头记就是全是玄学 你这都是真的 天地眼的也是算命那活 完了这个王剑呢 就是算命包装的比较好 把自己包装的这个道貌岸然 像老中医一样 在那地方先锋道骨 长个那个大嘴 咬咬就讲了 就是那样 我记得以前三天方说什么来的 就他老描述人物 说这个人 什么有是方海口 是有粘鱼嘴 我觉得王剑挺像 那个三天方老师 以前说的这个粘鱼嘴 我觉得比较像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个感觉 天天这个 就说也巴巴 说也跟着骗了忽悠 那就是这样 那就是这样 我希望大家不被骗 仅此而已 你喜欢不喜欢我 其实你喜欢我 我非常的高兴 多了一个伙伴 你不喜欢我 如果你能够通过我的视频 有一个思考的能力 那也非常的不错 以上是跟大家谈心 我觉得谈心的时候 就是谈一谈思想 更有意义 因为什么 这些东西 远比我 我跟大家聊点什么 孟晚舟事件更来的 好 因为这是一种价值观 或者是说 这是一种思想 有思想的东西 才有生命力 没有思想的东西 它没有生命力 就像这种新闻 比如说孟晚舟 我今天没整这个图片 咱们看看高散 看看高散 咱们以后 我希望我的伙伴 站在山顶往下看 俯看 别个山顶往上看 把那些大卫看得跟神 你得从上往下看 把王剑的石头鸡 都把他们都当成小马仔 往底下看 看透他们 你得这样 而不是说你仰望他们 觉得他们是个大神 神啊屁啊神 一帮造谣上市的 因为反共而反共的一帮人 没有任何的一个意义 我就发现 中国人确实缺乏这种政治素养 因为反而反 因为我反感中共 我就希望他倒台 但我想说 即便是这些因为反而反的人 你比如说法轮功 就是他因为反共而反共 他 你就让法轮功这帮人去选 就是实现民主了 把民主给法轮功这帮学员了 他选出来的总统就是李洪志 宗教之国 原教旨主义国家 废了 所以说你看啊 这个国家的人民 这个政治素养是多么的重要 如果没有政治素养的话 我认为中国也不需要民主 确实 如果中国人没有这个基础的政治素养的话 要民主你选出来的 其实没有任何的一个意义 还兴许不如约来那个 约来那是有很多问题 完了你推翻了 你给他推 像法轮功是给推翻了 推翻之后他选出来原教旨主义 李洪志上来了 李大使 李大使成总统了 完蛋了 那是国家不废了 那基本上就跟那个原教旨主义国家 你像总统那边 这基本上没有任何区别 你要那样的 还不如现在的样 你也别改了 也别投了 那就是这样 投啥票了 所以一个国家的人民要培养这种政治素养 还有一个起码 你能够看明白这个世界到底是什么 事后背后的本质是什么 而不是说别人老告你 那是你看我视频 我假如做这期视频了 你能看明白 那我要不做呢 那王健说的就对了 那我要不出来打假 我不来打王健 那怎么呢 王健还是大使呢 对不对 那不还是让他这个猖狂 所以说我认为我这视频呢 一个是培养 培养大家的这个独立思考能力 再一个 也可以进行打假 我觉得我这视频意义重大 那如果啊 就是这个中国人 要是没有这种独立思考的一个能力的话 那即便给了民主意 没有任何的一个意义啊 所以我看到这个互联网上面 就是因为反而反 如果因为反 反共而反共 即便是中共倒台了 他选出来的那个 还不如中共 我这话就料人了 确实肯定就是这么一个结果 因为你分辨不出来哪个是真人 哪个人说的是实话 哪个人说的是假话 我这么实在的一个人 还有那么多人骂我 那么多王剑的粉丝 石头记的粉丝说 大家可以想 你说就信王剑的 信石头记的这帮人 他思想 他能正常吗 他一点都不正常 那再有一个 以前我批评过 袁腾肥 我说萨特阿拉伯和北朝鲜 萨特阿拉伯没有这个北朝鲜 那么惨 还有人说我呢 还有人骂我呢 这可有意思了 所以中国人确实 就确实有这种现象 就是缺乏独立思考的这种现象 但随着发展 我认为未来相对来讲 会越来越好 你比如说我做自媒体 我做自媒体之后 就有的小伙伴改变了 我看到了我非常的欣慰 我也非常的开心 我希望他有这种 独立思考的一个能力 独立思考能力 并不是说 你必须认同我的观点 不是这样的 但是你要有这种 质疑的一个精神 不管谁跟你说什么 要质疑 我的也要质疑 一样 如果比如说 你认为我哪个地方说的不对 你就质疑我 就非常的好 那好 那咱们就说今天的一个主题 咱们就回答这个伙伴的一个评论 有一个叫Mailon的伙伴 他说 孟承认了美国指控的犯罪事实 但是不承认那是犯罪 那有没有罪 有什么罪 要审判才能定 那这个国内就可以说 孟晚舟没有认罪 但是呢 美国的目的是告诉西方国家 不要用华为 华为不是普通的私人企业 是间谍 这个目的是达到了 其实在中国你说有什么企业是私人的 有什么企业是国家的 我觉得在中国这个东西 你很难去界定 你就包括那些 你说是私人的 你比如说 平安 他也有国家的一些基金的一个投入 对吧 你包括社保基金 或者是相应的其他的一些基金 他投入了 那这些东西你说它到底是国营的 还是私人的 或者是说 就是在中国 当局 当局掌管的这些金融的一些企业 包括电信的这些 都是非常赚钱的一些行业 那你说 在中国你怎么去分这个公家的和私人呢 就算是私人的 那公家的 假如说要想灭了你 那分分钟的一个事情 所以说老是弄那些什么 到底这个任正非是私人企业 还是国营企业 没有任何的一个意义 就算咱中国有私人的企业 如果是当局想要用他的话 或者是说想要跟他合作的话 没有一个私人企业不合作 我这么说是没有问题吧 这个问题都已经很简单了 我认为国外看得很明显 什么证明 什么中国的私人企业 背后不简单 那怎么 这用证明 中国的所有的私人企业 就是当局愿不愿意使用他的问题 如果想使用他 必须合作 必须合作 合作就是爱国 咱们不是围绕着一个人转吗 咱们不是团结吗 团结在党中央的周围吗 这是咱们国家的一个执政的模式 人民民主专政 所以这个东西一定要看明白 不用西方说什么 这个那个的 没有任何的一个意义 西方说不说 咱们国家就是这么一个事情 再有一个 有没有罪 有什么罪 要审判了才能定 你的意思就是说 说现在孟晚舟还没有被定罪 那还不一定 是不是这个意思 就是美国 只有美国那边结案了 才能说 孟晚舟无罪释放了 给孟晚舟以肯定 给孟晚舟这个无罪进行背署了 是不是这个意思 我想跟这个伙伴这么说 如果你要是有这种观点的话 我认为你的思想场面有待提高 有待提高 确实你的比较浅 为什么呢 咱们这个话怎么闹呢 我相信我就跟你这么说吧 孟晚舟现在已经到达了中国境内了 你觉得美国对于他的判决是有罪或者是无罪 有任何的一个意义吗 我就问这个伙伴就这一句话 这个事情是不是就解决了 这个好比什么呢 你美国的司法你管不到中国 中国你也管不到美国 所以说现在孟晚舟就踏上了中国的土地 他就已经赢了 不存在什么有罪没罪了 就美国判他有罪 就判孟晚舟有罪 能怎么的 能给抓回去吗 对不对 能抓回去吗 美国放他的那一天 就撤销什么输送 让他回来 就是不 咱不论说什么 就美国只要让他回来 不管是美国怎么说 只要让他回来 这个事就已经了了 怎么判 已经不重要了 如果美国能判他有罪的话 就不能让他回来 所以说之后的那些东西 都没有任何的一个意义 那为什么当局要大家的这么庆祝 大肆的铺张的去庆祝 这东北都没电了 你看那华为 那个大楼 彻夜的灯火通明 那大楼老费电了 不行你给咱东北的伙伴点 咱东北的有的 这煮个泡面的电都没有了 都那样 非常惨 限电 还限民用电 损透了 你工业用电 你限一限 你民用的不能限 老百姓没电 现在能活吗 不上网都受不了 你更何况没电了 因此我想说 就是孟晚舟回国的那一刻起 他的脚 踏到了中国的这个土地上 他就已经胜利了 他不可能再回去了 美国判他有没有罪 没有任何的意义 就像美国说 咱们新疆 西藏 香港 有人权问题 能怎么的 能过来打我咋的 他有那个胆吗 就他有那个胆 他不考虑考虑 国内的反战的一个情绪吗 他有那个实力 有那个胆 那国内观念 美国国会同不同意啊 美国人民同不同意啊 国内那个势力 那么牵扯 就拜登一个人说的算吗 或者美国这个行政机构 说的算吗 不见得吧 美国不三权分立吗 也不是说三权合一 所以看问题 看本质 看本质 要为啥 我说还得靠自己呢 无论你在中国的哪个地方 你想达到自己的诉求 靠自己 别靠什么美国 靠这个靠那个 那你看 咱就拿孟晚舟这回这个事说 美国说孟晚舟存在 这亚那样的一个问题 各加拿大给他逮掉了 要判他 就这么 又要引渡到美国 又怎么整 整了将近快三年了吧 一千多天 快三年了 那你看中国当局是怎么做的 你不抓我一个人吗 你抓孟晚舟 好 加拿大间谍 你不他各加拿大审的吗 对不对 各加拿大审 你加拿大不有这个判罚的这个权利吗 那我就找俩加拿大人呗 找你俩加拿大间谍就完事了呗 那这下加拿大就抓下来 人家民主国家吗 你不能产生这种人道主义危机吗 人家本来都是加拿大公民 完了因为来中国了 完了成间谍了 那咱也不知道到底是不是真的间谍啊 但当然在中国的法律的框架下 那就是间谍了 已经判了吗 判了十一年吗 那以此来换回这个孟晚舟 那不就这么点事吗 有什么看不明白呢 那加拿大那两个人不也放了吗 如果孟晚舟回来 那加拿大那两个人没放 那这确实说中国胜了 确实这国际影响力够扰太厉害了 但是他不也是换个人质吗 但是即便这样证明什么 证明美国这次以郑晚舟事件 这是一个政治事件 来对中国当局进行打压也好 或者是说这个围堵也好 没有成功 那你让这个当局给化解了 找俩加拿大人这事就化解了 所以你说谁更技高一筹呢 挑事的那是美国 但是平事的那是中共 他把这事摆平了 是不是中共相对来讲 稍稍沾到了上风 你挑事我接着了 我接着了 我让你还没有达到目的 我把我自己人我也救回来 那中国差那两个见底 当然不差 他想逮他 分分种的事 都是睁一只眼 闭自眼的事情 所以说就是看这些政治问题 或者是说看这些 涉及外交的一些问题 你不能说这么看 你不能老是 就是抱着一个什么心呢 中国当局做什么都不对 因为我反感中共 我反感中国当局 所以说 什么事情我都要往这个对中国当局不利的方向去说 就哪怕他通过外交通过这种手段 赢了 我也说 我也往他不利的那个方向去说 这没有任何的一个意义 在这个世界上确实 中国当局稍稍站上了一定的上风 当然他也妥协了 他也有一定的谈判 或者是磋伤 包括这些东西 他不也把那个人质给放了 他不放行吗 不放马上能回来吗 也不好使吧 对吧 也妥协了 因此啊 这个事情 它就是一个政治的人质互换事件 没有任何的其他的方面的一些东西 这就是我对这个事情的一个定性 那在最后 我也想说 就是这些因为反而反的 或者是说 就是包括这种 强大的 就是反共的一个思想 在思考问题的人 你要抛弃这种思想 你烦他可以 说实话我也烦 我也烦现在的同志的形式 但是你不能迷失啊 你如果老是烦一个人的话 你对他永远不会客观起来 你抱着这种主观的一个情绪战 你怎么可能客观的看透他呢 或者是说 你怎么能够客观的 看待一些问题呢 如果你一旦不客观了 那就已经自乱阵交 什么事情啊 你就包括这些东西 你一旦不客观了 你做出的判断 统统都是不对的 包括你 包括像那个王剑说 说把人民币换成美元赶紧的 中国经济崩溃 中国经济崩溃论要废了 中共要倒台了 不行了 就废了 停不了多久了 就这样 玩儿让你换 换完你现在不就赔了吗 他跟老中央算命了 没事再说啊 中共啊 虽然必将灭亡 必将废 完了 但是呢 有的时候他还说两句 他还能停几年 一天就跟他算命似的 话还能拉回来 给中国说的血色糊辣的 就像马上要崩溃似的 还能说他还能停几年 停几年那不好说 你们也别 别太乐观 怎么怎么的 你再把话拉回来 你多想算命呢 就像那个老中央 治好了 你说我这个药效好 老中央抓坊子嘛 看药 你这病好了 你看 我药到病除 我掐子一算 小婶一掐一算 药到病除 治不好怎么说 所以你这个心不成 你这个药眼 这不好 我最烦中央那个药眼 中央啥叫药眼 非得整一个特别玄的 我要天山雪莲 什么海拔 万米高空的 什么什么植物 又穿山甲 蜥蜴的 反正都整不来 那些药眼的 就给你整个特别难的 当药眼的 为什么 有个托尺 药不好死 你药眼的不好吗 你整不来药眼的吗 所以说不怪 我不会治病 这样 即便你药眼的来了 他也说 你的药眼的整的不纯 你让人家给骗了 或者是你 你弄的这个 不是我说的那个 反正怎么的都有理 我就在想 你怎么的 治病非得有个药眼的 治病不就是用药吗 你药能治就治 治不了 你整什么那么多瘾子 又吸收天地 治灵气 日月治精华 所以中医这个很 很搞怪 特别讨厌 没有什么太大的一个科学依据 我认为这个东西 比较扯 比较扯 你要说中医 自治感冒 可以 我信啊 你喝点什么胖大海 什么这个那个 你要说自新冠 你要说能治癌症 那就一边打下去 纯属就是下胡雷 一个骗子 什么莲花清吻 又三金双黄脸 这个那个的一天 你不到还行 那个中医是神 中医要那是神的治癌症 功克艾滋病 就跟他装 所以说中国人 最会装 装那个道貌岸然 中国人被骗的 已经就是不少了 在互联 你说在墙内 被当局洗脑 被当局骗 在墙外被这些 所谓的大伪 反共大伪骗 你说中国什么时候 也能轻盈起来 什么时候 能轻盈起来 一直就这么傻下去吗 因为反而反 往来因为这个 我反感当局 他做的所有的一切 都是不正确的 不会的 中国当局不是说 做的所有的一切 都不正确 你包括他 办这个教育 给这个教育衣补贴 咱们中国的大学 就是这个大学省 他每年的这个 这个这个学费 是不足以 弥补这个教师的一个开销 我上大学的时候 我跟大家说一下 我学费是多少 我那条学费 应该是 学费加住宿费 一共才六千 每年 也就是说 我念一个大学 我在大连 念四年大学的话 应该是 两万多块钱 就是这样 学费加住宿 应该是这样 一年应该是六千百钱 加住宿 我学的是这个 工址计算机 比较便宜吧 大家可以想 就学校的那些设施 电脑 还有老师 包括老师的工资 你觉得 咱们这些钱 就在一个班 十六个人 能给这个老师 把这个钱顶上吗 那么多课程 还有那个设施 教学 盖那个房子 什么的 校区盖的 那不都是国家投入的 那国家为什么要投入 还给奖学金什么 为什么 我不跟大家说了吗 说这个东西 是一本万利 有正的外部性 这是一种 对于这个社会是好 所以说国家要补贴 就是这样 那国家做这个不对 当然对了 你就从经济学的角度 也可以进行解释 所以说中国当局 在包括他发展经济 改革开放 他不也搞这个 中国式的市场经济吗 当然他是逐步的去开放 他愿意开放的开放 他不愿意开放的 他自己手里头赚的 汽车行业啊 金融行业啊 还有一些电信行业 他自己个手里赚的 虽然赚完了啥也不是 但是他赚的 但不就其他的开放了 那其他的开放的这些 他不就挣着钱了 那难道你能否认 当局做的这个开放不对吗 那没有这个市场经济 咱们现在吃什么 喝什么 没有这个改革开放的话 现在你还想翻墙吗 北朝鲜现在允许翻墙 互联网都没有 都是局域网吗 虽然从某种角度上来讲 中国也算是局域网 但是你可以想象 北朝鲜那个电视啊 都没有这个广告 这女性啊 就穿着稍微暴露一点 那都不行不行 上风败俗了 你看咱中国现在 有的时候我看那个广告什么的 就看那电视节 我都有点了啥 我都不好意思看啊 这现在已经相对来讲 比较开放了 对吧 比较开放了 因此啊 你这些你不能否定吧 你不能否定 他做的所有的事情 他也是为了他自己 但是他做的这些事情 老百姓也得到利益了 那就得这么看问题 就得这么看问题 就是因为啊 如果你能够全面客观的 去看待这些问题的 他对的 你可以保留 他不对的 你给予纠正 这样的话 才能够达成共识 或者是说 才能够推动这个国家向前进 人家做的对的 你也反 假如说人家对的 你也反的话 最终会什么呢 说你刁民 或者是说给你打上什么 给你判刑的 怎么怎么样 你危害受费三年了 就是这样 有的时候 其实你 你是做的对的 有的时候 你做的对的 可能也会出问题 就刚才我说的那些罪名 也有可能 所以说 对于对的 该肯定的肯定 对于那些不对的 该纠正的纠正 这就是我一贯的一个观点 或者是说 对当局的一个看法 如果就是因为不喜欢他 就完全的否定他的话 那就是一种自我安慰 就是一种自我安慰 你起不到任何的一个意义 而且给自己弄的也特别的痛苦 我不知道大家刚翻墙来到外网的时候 是什么的感受 我跟大家说一下我的感受 我刚翻墙来外网的时候 就是 我内心特别的交流 我感觉这个日子过不下去了 活不了了 哎呀妈 这给中国说的这么惨 我妈明儿我的饭 大米都吃不上了 买不了大米了 大米粮黄了 这个 习主席去这个 这个这个 吉林考察农业去了 完了 粮食要黄了 中国人要饿死了 废了 大饥荒要来临了 大跃进又要重演了 给我吓坏了 我来了 当时因为什么呢 搁墙那锁时间太长了 一出来一看 哎呦我太乱了 哎 但是后来就好了 就是我适应的比较快啊 我看了两天 我就基本上知道什么个 击掉了 所以说为什么说 要培养民主的一个素养 或者是培养一种独立思考的能力 这个时候就有抵抗力了 看完 可能就比如说你刚对这些病毒的时候 你没有抵抗力 哎 被侵死了 觉得非常 哎 太害怕了 太害怕了 中国要亡了 但是啊 你产生抗体就好 那我属于产生抗体非常快 因为他们那些东西都不能够自圆取所嘛 你就看一次行 第二次就不行了 因为他那个预测 压根从来就没零过 我后来做了 做了一个什么调查呢 我就把他们一年前的这个评论 就是那个视频反出来 我一看预测 那什么玩意儿呢 哪个实现了 哪个也没实现 拉倒了 哎呀 我就不止 我一看了 假的嘛 一开始刚看的时候 他被唬住了 哎 给我吓坏了啊 但是我这个人不愿意叫这儿呢 虽然他给我唬了 给我唬住了 但是什么 我要寻求突破 我要验证 他说的到底是真的是假的 完了之后我就去找他一年前的视频 再一个我看一下我自己周边的一个情况 是不是像他说的那样 我善于这个反思 或者是善于思考 完了我就识破他嘛 我就取了这互联网 这太乱了 因此我就出来 我就觉得我有这个责任呢 或者是说义务 出来发发声 我就在想啊 如果你比如说台湾人 香港人 我不知道这个香港人 能不能听懂我这个东北普通话 台湾人肯定没有问题 因为以前有台湾伙伴给我留过眼 台湾人如果看到我这个视频 包括那些海外的人 看到我这个视频的时候 我觉得对于中国的印象会大大的提高 因为中国觉得中国的年轻人不是这样 中国的年轻人是有这个思考能力的 他不像说这就是海外的媒体宣传的 都是傻子 在墙内的就都是傻子 即便我没有翻墙的时候 其实我对于社会的贪污腐败 这些东西 包括教育医疗 我也是不满意的 我也认为它是有问题的 只不说当时就是在墙内多少 他也受当局的一些影响 就看的不是那么透 你翻墙之后 有很多的那些禁数都解禁了 你可以随便下来 你通过了解外界的一个知识 就可以看出来 其实我在墙内学的那些 经济学的一个知识 还有就是看的一些数 也可以反映出当局说的和做的 有一定的不一致 但那个时候毕竟在墙内 不是那么的透彻 翻墙出来以后非常好 有很多的资讯的你可以查 包括谷歌呀 包括一些这个图书的一个网站 下那个图书特别好 尤其那些禁书特别好 没有三件的那些 那你这一下 你不就了解的更好了吗 所以你来外网干什么 来外网是看王剑石头记的吗 那你不浪费这外网的资源吗 来外网干什么 下中国当局删掉的那些数 你比如说邓小平时代 你把什么北京之村啊 什么这个那个八九六四都删掉了 那富高义写的 人家写那么全 你给删掉了五万字 那我出来干什么 看那五万字 毛的最后革命 压根就没出版了 那你来就看这些吧 那都是哈佛大学教授的 看去吧 还比较客观和权威 那你来吧 干外网干什么 看乐啊 就看一看 哎呀 这中国人要死了 中国这个基础设置建设 就是垃圾 就天天的塌房 这个塌 那个塌 完了这个地铁 水都防不住 那防水墙 一冲就倒 豆腐沙工程 一靠就倒 完了中国的装甲车 长毛就能捅漏 你就看这玩意呢 我的妈呀 就做这破视频也有人看 那叫人吗 就看这玩意呢 我说是低端人口 我都没埋着他们 就看这玩意呢 人那还叫人吗 那是不是低端人口啊 很低端嘛 就石头计能发起来 就证明一部分人的欣赏水平 太低 你石头计那个玩意呢 你看两个你就看不下去了 两个你就看不下去了 王剑能够玩呢 天天给你读报纸 给你分析 中国 中国习近平要有底线思维 你看跟香港整一步 他停一停 停完呢 他再卖一步 完了等外界打压 他才退回到原来的底线 所以说这叫底线思维 完了我再往前卖了 但是我 我卖开的步 我就再也不走了 我有一个底线 什么底线 这哪给你解释得老好了 你不知道他是习近平秘书呢 他跟中共当局 跟中共体制内干过的 其实他明白什么呀 他明白 他了解中共当局是怎么运作的 看了两本杂书 办了两天报纸 还不是他办的 对吧 他是UFO吗 他是那报纸UFO吗 外星的天山来客吗 外星的来客 办了两天报纸 跟他张个大嘴 就喵喵就说着 有意思吗 有意思吗 没啥意思 我底线还捧臭脚 石头记你说的太对了 石头记 完了那个 王建水 王老师你太厉害 哎呀 你怎么那么厉害呢 我就 我要给你跪下了 我受不了了 赶紧我给你捐钱了 一百两百 就开始捐钱了 石头记呢也是 石头记虽然我没有 他说他那个 加入会员的人可以评论 外界边的人不能评论 就这个评论不打开 就怕别人揭穿他 完了你加会员 就是赵明察 非常支持我的 已经被洗脑成功的 已经入我这个教了 完了开始 预许你评论了 一说出来的话 都是石头教主 你太厉害了 又开始 又开始吸一本 他这个圈钱了 不就都是这个模式吗 发展一帮洗脑的会众 让他进行朝拜 顶礼膜拜 你说王健和那谁 有哪个像我这的提倡 所以你要质疑我 哪个敢这么提倡 天天不都跟他算命吗 王健其实是算命算最好的 你石头记还真不算命 他就是造谣 但是那个王健呢 是算命算得最好 他是过去估计是 他应该过去 不是这个什么办报纸的 他应该是老中医出神 老中医出神 你不信你问问他 会不会望门问切 应该会 一打麦就知道是男孩女孩 这喜脉嘛 都知道男孩女孩老厉害了 他当中医挺合适 就是挺适合 而不应该出来做这个自媒体 当中医他也能骗钱 给别人看呢 看看是男孩是女孩 都有人信 往事直接拎着这个 仇警就赶紧跑了 比如到时候一省下来 一看不是儿子 他抓下来 就是一个骗子 那好了 那今天的这期视频 就跟大家做到这儿的 还有这个伙伴 就是这个叫Mailon的伙伴 其实我希望你以后 就是有这个 独立思考的一个能力 当然我对于你来讲 我看你也老给我评论 其实我要是 不这么说你的话 其实对于我的自媒体是好的 但是对于你是不好的 因为我批评你 容易掉粉 这个确实是 有挺多 就是被我批评的 就是受不了了就走了 那就说两句就走了 那就是这样 那相对来讲 对我的效益就不好 但为什么我还要批评 因为我觉得吧 如果你是我朋友的话 我老是顺着你说 就说你爱挺的那些 我觉得 不是朋友 对吧 真朋友就是敢于说出 自己的一个观点 但当然了 也要注意自己的方式方法 你不能 对人指责和攻击 所以说 我说话 我对于朋友 我就像老给我留言的 我非常的客气 我非常的客气 而不是说像昨天 有个姓姚的那样 那就是一个法轮功学员嘛 那我跟他我客气什么 那绝对是已经被洗脑的 走火入魔的一个 所以我没有任何的 可以客气 那这个就是我对朋友 和对那些被洗脑的人 是的不同的一个做法 这也可以看出 我到底是一个 什么样的性格 可能我这种性格 比较爱得罪人 就爱说这个死话 戳破别人的小梦想 这小梦想 但当然了 你说如果戳破了以后 你得到了事实 不更好吗 我觉得事实比梦好 你天天活在梦里 人多无聊啊 你不知道这个世界什么呀 天天活在梦里 我记得我看过一个 美国的大片电影啊 那个人生活在什么呢 生活在思维世界里 就是给人放一个水箱里头啊 往来跟身上打上管 打上这个管 往来人就活在这种意识里 后边插个管 就是跟大脑控制 在他这个意识里头啊 他就是有一个世界 说咱们这个世界啊 就是幻想出来的 在那个幻想的世界里头 我们天天睡觉啊 吃饭啊 结婚啊 娶妻 生子啊 都是想象 那不是真的 真的世界是什么呢 这个世界已经毁灭了 咱们每一个人都躺在 像一个棺材的那种牢笼里头 把里头放上培养液 咱们就给里头 保持这个 生存的一个状态 就像跟婴儿似的那种 那种羊水里头活着 都是那样 但是思想上 哎 生 是活在另一个世界 又有车 又有房 又有这个 所以说 这个就是 人不要 我觉得啊 如果是我的话 我不愿意活在梦里 我愿意活在这个 清醒的真实的世界里头 哪怕这个世界是悲惨的 哪怕这个世界是丑陋的 我愿意了解真相 如果你被骗了一辈子 就比如说你到死的那一天 生活在一个谎言当中 我觉得非常的可悲 你到死的那一天都没有 没有认清楚 哎 你来这个地球 这个地球到底是什么样的 你生活在中国 我这个中国到底是什么样的 如果你没有了解到 我觉得白活 那当然是我的价值观 那有一部分人就喜欢 活在梦里 我做梦 我天天做梦就能行了 我不需要起来 我起来之后 我看到这个社会 我受不了了 像那个电影似的 一起来就要整 拯救全人 累的就开始开战了 棒棒棒的 跟邪恶做斗这样 那这是每一个人的一个选择 那是每一个人的选择 但是当然了我会按我自己的选择去影响他人 那可能会有的人愿意生活在梦里 那生活在梦里 那我也只能说祝他一路走好了 对吧 那自己就天天做梦嘛 就梦去呗 天天去看王健的节目 你就梦去呗 那不就做梦你吗 一天给你王健一天这两场直播吧 我看他那评论了 就是他那介绍了 悉尼时间 日本时间 什么亚洲啊 美国啊 就这个墨西哥又什么什么 整个世界时间表一天排的可满了 美东时间的 美西时间 一天天 一天直播两场吧 有时候还加播一场 会员频道 我也合计 他真是的 他也不怕类似 那你就生活在梦里 你天天就搁他底下 给他抖内抖内 对吧 给他打赏打赏 人生就没满了 中共就要倒牌了 完了 你就获得指示了 还有人说 说哥王健那地方能够获得指示 他那地方有指示 我没看出来 他哪个地方有指示 你看我 他说的那些术语 你就是 就说哥王健那地方获得指示的 你过来你跟我说一说 你学到什么指示了 你跟我讲 讲几个经济学名词 你告诉我 王健都说出来什么样的经济学名词了 我听一听 对吧 我也是学过经济的人 课班出神 咱闹一闹 你跟他学过 你学到啥了 你除了跟他 学到中国共产党 必往 是吧 必往 经济必然崩溃 你还得出来啥结论了 这个世界 这个经济 怎么发展的 怎么运行的 你知道吗 为什么要有股市 股市的作用是什么 股市是怎么运转的 或者是说你学到了什么 消费者剩余价值 生产者剩余价值 就这些玩意 你说一说 你能说出来点什么 就王剑讲那个 什么股市什么的 他讲的对吗 讲的什么玩意 讲的破 我前两天不做一期吗 说关于北京政权交易所的那期视频 他讲的什么玩意 所以说这些基本的只是基本的概念 他都整不明白 那经济学研究什么呢 他说过吗 讲了一六十三招 一六十三招 起码我就是告诉大家了 我说经济研究什么呢 你从这个 这个这个 这个微观经济学来讲 那就是研究供求 供给与需求 只要一个人 直到供给与需求之后 那基本上就是半个经济学家 为什么呢 因为经济学家就研究这个 只不过说他有很多的一个细分 那就是这样 所以说 所以说你就 外行吧 看热闹 内行看门头 我要没有点这个能力的话 我能去质疑王剑吗 他包装的多好啊 我能打他这个假吗 对不对 你根本 有一些人 他不具备基础指示的 你根本你不了解王剑 他在怎么杀伙 就像你不了解中医 那王剑给你开药 怎么开怎么试 你都不知道 给你里头配点披妆 一百克 你都给吃下去 那就得这样 那好了 那今天呢 我就跟大家说到这 那咱们 下去再见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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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